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B型肝炎是怎么得到的 而B型以及C型肝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希望之城的医学系 更是外科系的主任 他就是Dr.Fawn来到我们的现场 好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到底B型肝炎是从何而来 嗨 Dr.Fawn 您好 您还好吗 非常好 请大家请问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方耀明 我是希望之城癌症中心的首席外科主任 嗯哼 我们可以知道你多长时间 我在希望之城工作正好一年 这是我工作的年度纪念 B型肝炎可以说是在美华裔人口当中 其中一个最严重的疾病之一 B型肝炎可以透过母亲传播到儿女 它可以从上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 但是B型肝炎也可能透过血液 通过其他人的伤口来进行传播 嗯哼 所以其实B型肝炎呢 它很有可能是从母亲传到小朋友的身上的 最容易的传展途径之一 当然还有可能是从唾液 或者是身体里面的 这些像是血液所感染而来的 很多人有关于B型肝炎和C肝炎 这两种是非常不同的病毒 B型肝炎主要发病在中国和非洲 而C型肝炎主要发病在日本和意大利 但是两种病毒都能够通过各国游客 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 但是在亚洲B型肝炎比较普遍 事实上每十个中国人 就有一个带有B型肝炎病毒 嗯哼 所以其实B型肝炎跟C型肝炎 它两个完全的细菌是不同的 而其实B型肝炎呢 它大部分是在亚洲地区发生的 C型肝炎可能是从日本这边发生的 不过B型肝炎呢 在亚洲是非常非常popular的 所以其实十个美国 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 是B型肝炎的代源者 How are we supposed to know If we do carry hepatitis B 大部分时间人们都不知道 自己带有病体 因为大多数带病者 一辈子都不会有症状出现 有的患者在头三十年到四十年里 都没有任何症状 要找出一个人是否带有B型肝炎病毒 最快的途径就是做血液检查 哦 所以其实B型肝炎呢 这些代源者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B型肝炎的代源者 所以从出生之后 一直到三十岁四十岁 都不知道也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所以如果要知道 自己到底有没有B型肝炎 最好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一个 Heparditis B的screening When is the best time 每个人每年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都应该检测B型肝炎 但是现在美国有播种B型肝炎疫苗 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孩子 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后代 不受B型肝炎的侵害 所以我希望在将来B型肝炎所带来的伤害会越来越低 所以其实B型肝炎呢 现在是有疫苗可以注射的 注射B型肝炎疫苗的最佳时间 就是在小孩子要去上学之前 在小孩子有可能因为通过血液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感染到B型肝炎病毒之前 如果孩子从母亲那里得到病毒肝炎 B型肝炎注射疫苗也是没有用的 但是十个小孩子里有九个都不会从父母身上得到 这些人就应该注射疫苗了 只要注射疫苗 其实在这个容易感染B型肝炎的社会里 他们都能够终身免疫 所以其实九个人 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 尤其是从母体传下来的B型肝炎的代元者 其实并不会直接的传染给小朋友的 那小朋友在入学之前 就可以先去打B型肝炎的疫苗 只要做了疫苗之后 就不会再得到B型肝炎 当然有些症状 B型肝炎是有症状的 但是他们通常都会在患者年纪较大时 晚年的肝脏受损之后 才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因为B型肝炎在感染我们的身体之后 会躲藏在患者的肝脏里一辈子 然后B型肝炎病毒就会破坏患者的肝脏 我们通常会在血液检测 以及肝功能变化当中 发现我们的肝脏受损 所以患者晚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有与 肝硬化这个病所相似的症状 所以其实刚才Dr. Fong已经提到B型肝炎 我们可以说B型肝炎它会慢慢导致肝硬化 可是这个潜伏期可是30到40年之间 导致到肝硬化之后 更有可能会引发至肝癌 可是30、40年的时间 其实这个潜伏期是非常长的 其实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但是你每年提及到肝脏试试 如果我们每年都去到肝脏试试 每年都去做肝脏试试试 如果人们在体检当中 发现自己患有B型肝炎的话 我们会建议病人提早做治疗 因为在过去15年里 我看到对B型肝炎的治疗效果 有了很明显的进步 因为在我小时候 好的B型肝炎治疗是不存在的 之后有的治疗会带来很多副作用 但是在这15年里 出现了很多副作用极少的B型肝炎疗法 这些疗法还能避免肝硬化 以及肝癌 所以知道病人是否患有B型肝炎 以及对他们的即时治疗 非常重要 B型肝炎是可以被医治的 我们可以治疗B型肝炎病人 使得他们血液里的病毒含量降到很低 这样的话 B型肝炎病毒在肝脏里的繁殖就被阻止了 但是对于很多病人来说 他们无法彻底去除身体里的B型肝炎病毒 这也是他们需要接受长期治疗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注射B型肝炎疫苗的重要性 所以其实B型肝炎这些病毒 它并没有办法完全治愈 它这些病毒永远都会待在你的身体里面 可是它可以治疗的 Hepotitis B尤其是B型肝炎 其实它可以吃药来把这些B型肝炎的病毒降到最低 所以让你的肝不会去硬化 让你的肝不会继续被伤到 而且不会产生肝癌这样的情况 可是其实 How long is the treatment supposed to be in order to treat Hepotitis B B型肝炎的疗程也许会需要持续很多年 但是由于治疗B型肝炎的药片有很低的副作用 所以大部分的服用者都不会出现有太大的问题 是的 是相似的 因为你一旦停止肝脏里病毒的繁殖 肝脏就能够恢复正常 患者不会传播B型肝炎 肝不会硬化 肝癌基本上不会形成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当病人开始做疗法后的几周里 我们就会检查他们身体里的病毒含量 通常来说病毒含量都会降低 我们就会改成 每几个月检查一次病人血液里的病毒含量 对于大部分的病人 我们都有办法把病毒含量降到最低 所以血液里是无法检测到任何病毒 在接受一段时期治疗之后 我们也许会停止疗法一段时间 但是绝大多数的疗程都会持续很久 因为这种疗法的副作用非常少 控制病毒非常重要 绝大部分时间病毒还是会留在肝脏里 只是他们的数量并不再增加 所以其实这个B型肝炎的治疗 是可以用药物来控制的 把这个病毒的数量压到最低 可是并不可能完全歼灭这些病毒 所以吃药的时间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是的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20年前刚刚开始有B型肝炎疗法的时候 当时的疗法有很多的副作用 也许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不愿意接受B型肝炎治疗的病人 仍然以为现在的疗法依然是这样 但是当时的疗法是非常有效 而且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小 最初的B型肝炎疗法的药物 会使病人感到很不舒服 会使他们有患重感冒的感觉 那些疗法同时也使用于C型肝炎 但是现在病人们所服用的 停止病毒数量增加的药物 与当初的非常不一样 事实上现在绝大部分服用者 并没有出现副作用 所以其实刚才Dr. Fong已经提到了 其实B型肝炎它是没有办法治愈 可是是可以治疗的 只要用药物来好好控制 B型肝炎的这个病毒数量 在过了长久的一段时间之后 B型肝炎的这些病毒 都可以完全地被控制住 而被控制住之后 B型肝炎就不会引发肝硬化 甚至是肝癌 在下一节的天下总统谈当中 Dr. Fong还要继续跟我们讨论 其实希望之城并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医院 希望之城是一个带给人希望的地方 怎么样带给人希望 我们下节回来告诉您 B型肝炎的这些人